看看铁娘子遇到钢铁公司时会发生什么 谈到当年邓小平与萨切尔夫人的交锋 参加会谈的人都知道 萨切尔是碰到对手了 因为萨切尔夫人虽然被称为铁娘子 殊不知邓小平是被毛泽东封为钢铁公司的人 不过当时面对邓小平的强硬 萨切尔夫人讲起话来也并不示弱 而且有些话是带有威胁性的 除了三个不平等条约是有效的之外 他也还是讲这个道理 不能单方面的由你们把条约废除 而且讲了一句分量比较重的带有威胁性的语言 他说如果你们宣布要收回香港 那么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关于香港归属问题的谈判 一开始就显得剑拔弩张 邓小平对于萨切尔夫人的言辞反应强烈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后来曾这样报道 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 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 她根本不讲道理 小平同志就说了 两年里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双方共同解决了 不能再拖了 如果这个期间香港发生了大的波动 或者我们双方在一些原则问题上 答不成协议的话 那我们就要另外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这话讲得很文明啊 但是分量十分重的 重新考虑时间不等到九七了 方式那就不是和平谈判的方式了 所以那个时候萨切尔夫人听了这句话 我看他脸就一下就刷清了 他听懂 他很紧张 所以那个时候小平都就是很坚确把他拨回去 在这次会见中 邓小平为香港问题定了调子 萨切尔夫人此前听说邓小平非常务实 这次见面让他充分了解了邓小平的执着 人们注意到 当萨切尔走出人民大会堂时 会谈比原定时间长了五十分钟 而且一向注重仪表 举手投足极有分寸的萨切尔夫人 脸色凝重 在下台阶时一脚踏空 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人家有人说他是精神有些恍惚了 没想到碰到 这个铁娘子碰到钢铁公司嘛 当天晚上回到钓鱼台宾馆 Kreda见到塞切尔 塞切尔说 这个邓小平太酷 冷面无情 不过尽管邓小平已经清楚表明了 主权问题不容谈判 中国政府必须收回香港的强硬立场 萨切尔夫人却也并没有因此改变态度 他在离开北京后仍然声称 英国统治香港所依据的三个条约 在国际法上是有效的 绝不允许单方面毁约 因此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在与塞切尔夫人的会谈中 邓小平置地有声地说到 如果中国在1997年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 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 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 如果不收回 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 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我们等待了33年 再加上15年 就是48年 我们是在人民充分泄赖的基础上 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 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 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 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 自动退出政治舞台 没有别的选择 针对英国方面先后提出的 所谓三个条约有效论 区别对待新界与港九地区 以主权换治权等 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利有利有劫的斗争 坚持主权问题 不容讨论 没有回旋余地 到1997年要收回香港 同时要确保回归前的平稳过渡 1984年9月 中英双方达成协议 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及三个附件 同年12月19日 中英两国政府领导人 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 及三个附件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7年7月1日 对香港恢复形式主权 1990年4月 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正式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基本法既坚持了国家统一 主权和领土完整 又明确规定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 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1997年7月1日 中英两国政府举行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形式主权 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那时候啊 我正在读大一 当天晚上学校组织我们在大礼堂 收看香港回归仪式 当时大家都很激动 我也很激动 印象最深的就是英国国旗落下 中国国旗升起的那一幕 这是令人热血奋腾啊 飘扬了一百多年的米兹旗 缓缓降下 英国在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 结束了 三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紫金花展放的香港曲旗相伴下 冉冉升起 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奏响了香港新纪元的序曲 奏响了香港新纪元的序曲